大家好,我是天宇 在万元的踏板车里 很多厂家别管是国产的 但是合资的都会把济南陵墓的UY 作为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咱今天对比一下 五阳本田的NCR U25 以及济南陵墓的UY U25 这两款车价格刚好在一万元左右 五阳本田的NCR U25 从图片看上去感觉一般 但你去看实际的车型 会发现这款车整体外观设计 还是比较时尚大气的 在发动机方面 五阳本田的小踏板两种发动机 一个是沙系列 一个是ESP 而NCR U25 显然应该属于沙系列的发动机 最大功率6.6千瓦 相应的马力9匹 如果用它和济南陵墓的UY相对比的话 略逊一筹 但是大家伙 骑U25的踏板车 本身动力都很一般 所以也没有必要过分的去纠结 与这点动力的差别了 五阳本田的NCR U25 它的液晶仪表和NX U25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相应的高配多出了5Ω启动 本田的这套SmartKit 5Ω启动 在很多车型上都有所用用 比如说列行 PCX 佛砂 都在使用这套5Ω启动 NCR U25在配置上有了前面的LED大灯 CBS联动刹车 双活塞的刹车卡钳 前12后10的轮毂 这套轮胎是来自CST正新的 虽然不是什么半任容 但是这套情侣胎的抓地力 和以往的像国产的二线三线品牌 比较还是不错的 这款车实际驾驭起来 感觉车把轻松灵活 脚踏空间比过去的NX相比较明显大了不少 本田第五代的PGMFI的电喷系统 也应用在这款车上 若非说独立标或者联合标 那我只能说五阳本田这四个字 打在车把上了 咱再对比一下济南陵木的UYU25 两车相比价位悬术并不大 但是灵木的UYU25即使是2022款 依然配着鲁速大灯 虽然双灯的照明效果会比单灯要好 但是鲁速灯给人一种落后的感觉 发动机方面 灵木的超级新发动机最大功率6.9千瓦 相应的扭矩10纽 在刹车方面 灵木的UY依然是单活赛的刹车 并且没有CBS联动刹车 但灵木UY也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在于它腾森的半热绒轮胎 这款轮胎在抓地力方面会更胜一筹 两个车的油耗相差并不大 对于大部分的125级别的车型 百公里油耗都在2.3升左右 灵木的UY原厂会配备一个北厢 五阳本田的NCRU25最近是搞活动的 原厂会赠送一个夏德33的位向 这两个比的话 很明显是五阳本田的夏德33更适合一些 两个车如果比做工的话 个人感觉本田的NCRU25要略胜一筹 比配置 比如CBS双活赛的刹车 似乎五阳本田的NCRU25也能略胜一筹 但是五阳本田在我们北方地区 漂亮上是明显不如灵木UY的 你比如说UY上这个双启动 五阳本田从来都没有 比如半热容的轮胎 五阳本田也没有 总之吧 两个车各有利弊 大家伙选择起来就看你更关注 那一块了 nice